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对于在鸦片战争中,用尖船力炮轰开我国大门的大英帝国 我们时常是抱着复杂的态度去看待它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个国家不仅强大,而且经济极为发达 其实这也是我们对于欧洲国家的普遍印象 但有一些去英国旅行的朋友回来告诉我们说 英国这个国家整体来看虽然富裕 但在他们的乡下,却依然还有一些人正在用着黑白电视 而这也成了让他们这些旅行者最为奇怪的一件事 实际上,这位旅友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个例 根据英国电视台的报道 在英国,还有7000户居民在用黑白电视收看电视节目 其中有2000户居民还居住在英国的首都伦敦 难道这些人真的买不起彩电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由于发展速度的关系 许多欧美国家比我国要更早进入彩电时代 而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彩电价格也在逐年降低 这使得在英国想购买彩电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还依旧收看黑白电视呢? 答案其实是出在另外一项消费上 在英国,想要收看电视是需要电视许可证的 而许可证的收费标准却和电视机的类型有关 彩色电视的收费是150.5英镑一年 而黑白电视的许可证则要便宜许多 只有50.5英镑 两者之间有整整100英镑的差距 这个数额已经够他们购买一台并不算大的彩色电视了 而且这笔费用是强制收取的 任何打算逃避这笔税款的人 还会受到警方的传讯和拘留 这也就导致许多生活条件并不算太好的人家 会选择收看黑白电视来节省这笔消费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和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